今天教大家做个什么菜 做一个烧焦酱 在生活中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烧焦酱 但是不会做又不会用 今天我帮你解决 首先做这个烧焦酱选的是这种轻的二斤条 像这种长的辣椒 它不是那种叫什么 那个叫线椒 它不一样 这个是比较薄的一种 这种叫二斤条 头部直接给它取掉 做这个烧焦两种方式 如果你想减懒 可以直接在火上烧 但这种方式不是那么健康的 今天我们用在锅里煎的方式 这个辣椒有点长 因为我锅比较小 我把它取淡一下 我们在锅里去煎它 好 再为了我们找个铁锅 就是你家里面有平底煎锅 铁锅都可以 直接下锅 这个时候不要去加这个盐 如果你加盐的话 它里面的水分就会提前出来 你的辣椒就是软塌塌的 直接干扁 中小火慢慢去干扁它 锅内部不限 你可以用这种平底煎锅 都行 像我这大铁锅都可以 中小火慢慢去煎它 把这个辣椒的香味自然给它煎出来 其实这个材料在销售我们就叫煎海椒 我不知道 可能死传朋友应该比较清楚 这个销售吃这个煎海椒 可能其他地方人不太清楚 这个煎海椒 这是非常下饭的 好 我们煎的时候 只要把两面煎的腐皮色就好了 不要煎的太黑太过于了 这时候我们找一个熟识的粘板熟识的刀 因为它是直接入口的这种酱 我们给它注意卫生 用刀直接给它剁容 好 接下来我们剁一下这个蒜 这个叫捣蒜器 这种蒜你可以在这个捣蒜器里面 捣出来它比较有种粘性 和那种剁出来是两个感觉 如果你没有来 你可以用这个砧板来剁都可以 就辣椒也可以放在里面去盛 好 剁中之后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种粘液和这种 你质地在粘面上剁它不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找个这个奶锅 下点菜籽油把它烧熟 就正常在四川这边做烧 就来好多放了这种生的菜籽油在里面 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我今天产品放手门 把它烧熟再浇到里面 好 这个菜籽油我们烧的猫烟 大概熟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把它浇到里面 它是一个可以高温的玻璃碗 如果你家里面没有 千万要注意安全 用个不锈钢的碗哈 好 拌的时候我们再加点这个蒜蓉 姜米 葱花 拌匀 再给它浇一下 好 搅拌均匀 开始调味 我们加入两勺的生抽 好 半勺的蚝油 半勺的芝麻香油 一小勺白糖 盐来一小勺 香味基本上都出来 用油一浇 它这种辣椒的香味就出来了 特别是经过它在锅里扁过之后 好 这个酱做好之后 你放在冰箱冷藏 其实可以放三天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不要放葱 放里面放三天 就是加葱放三天 把它放不了 因为葱会酸 就我们什么时候吃 就什么时候加的葱 是最好 给它看一下这个做好的烧焦酱 好 直接把烧焦放到饭上 有些朋友喜欢吃的粗点呢 你剁的时候就不要剁这么的细 可以稍微给它剁粗一点点